娱乐圈水很深,有着太多的潜规则 今天不讲那些灰色系的说说娱乐圈一则老黄厉的秘文 香港娱乐圈有三位大腕,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人 显为人知的是,他们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 秦沛、江大卫、尔东生与母亲洪威这三个人就是秦沛、江大卫、尔东生 他们的母亲名叫洪威,是香港一位女明星 洪威原是八旗贵族出身,可是等到她出生,轻视已然没落,家庭变得很贫苦 为了生计,12岁洪威就参加歌舞团的表演 艰辛的童年,磨练了洪威的意志,也培养了她过硬的演技 1948年,洪威在上海拍了第一部电影 后来因为时局动荡,去了香港 在香港从配角演起,陆陆续续拍了几十部电影,也曾经同级一时 洪威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叫做颜化,生了四子一女 其中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江昌年,她就是秦沛 一个叫做江峰年,就是江大卫,因为两人都是,一名,出名,秦沛连,姓,都隐秘了 因此不明就里的人不会猜到他俩竟是亲兄弟 秦沛剧照秦沛大家都认识,香港影视圈的老戏谷了,出演一系列经典的电影,电视剧 83版,射雕英雄传,里的成吉思汗,主圣,里面的红颜,都是他的经典角色 这几年,香港演艺圈不景气,秦沛北上淘金,出演了,辣妈正传 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剧,是银亭上的熟面孔,人气依旧很高 邵氏时代的狄龙,江大卫,江大卫更不用多说了 当年邵氏电影时代,他跟狄龙两个人是邵氏力捧的,双侠台柱,风靡整个湘江 人气放到现在,至少要一个陆寒加两个黄子涛 后来年纪大了,转型为演技派,也为我们奉上一系列经典的港剧港片 而东升第一任丈夫严话去世后,红威在嫁香港制片 人耳光,生下一子,他就是香港的名导演尔东升 拍过很多筷智人口的经典之作 经不了秦,祝袁永宜丰厚,色情男女,又祝舒淇丛,托星,成功转型 袁永宜清纯旧照虽然不是一个父亲 但兄弟三人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经常在一起聚会 秦沛在演艺圈摸爬滚打的时候 比比尔东升亦有合适的角色,总先惦记着大哥 他们的母亲红威于2011年离世,享年93岁 能活这么大年纪,又有那么多杰出孝顺的儿子 红威也是人生名家了 来源萌萌娱乐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